直管的两端如果是连接弯管,当混凝土从弯管流入时,由于流向突变,靠近弯管的直管口端会受到更多的磨损。 因此,在直管两端布置有三个高耐磨、高个铸铁耐磨套加强局部作用,补强过磨损部位。 直管由外管、内管和两端加强耐磨套组成。 内管采用比常用材料更耐磨的轴承钢,综合耐磨性能由于行业选用材料50%以上。 内管厚度根据使用要求和部位特点,选用2.7mm、2.9mm、3.5mm三种规格。 对于使用寿命有更高要求的高端应用,还可以采用耐磨性能更好的乌合金钢、陶瓷材料等。 外管采用优质合金钢材料经两次冷拉成型,1.8mm壁厚,强度超过680M帕。 外管内壁有6条加强筋,主要起给耐磨内管定位的作用。 直管产品设计中,采用分段式耐磨内管。 耐磨内管采用整体脆火工艺,确保全部材料热处理合格,没有短板。 内外管硬度检测密度大,检测点分布均匀,产品质量有保障。 内管采用激光检测椭圆度误差,并进行分组装配,减少搭击错位带来的寿命折损。 61项专利,其中发明专利20项,并获得日本、美国、欧盟的国际专利授权。